你可以用橡胶拖鞋来做教学工具 你需要一只旧橡胶拖鞋 一个穿孔镯 一把榔头 三只笔和几颗珠子 用榔头和穿孔镯 在橡胶拖鞋中线上 镯出三个孔 往孔里插入三只铅笔 这可能看上去像个比价 不过这实际上却是个算盘 现在往最右端的铅笔上套入一颗珠子 代表各位 一颗珠子代表一 最多能装九颗珠子 代表数字九 往中间的铅笔上套入一颗珠子 代表十 现在是五十 现在是四百 这个总数值是二百一十四 这回是四百零三 中间的十位数上只有零颗珠子 现在将橡胶拖鞋往中间压 你看三只铅笔锯到一个点上了 就像凹镜的焦点一样 你要是反方向压拖鞋 三只铅笔会散开 换成平面镜的话 光线会同方向反射 光线遇到凹镜会聚集成一点 遇到凸镜会分散开来 一只旧拖鞋也能帮我们理解凹镜和凸镜对光线的作用